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157集 高亮又看了看黄然身边的一男一女 只看了一眼 他的目光就又回到了黄然的身上 你的背心挺好看的 在哪儿买的 黄然喘了口粗气 唬着脸把背心也脱下来 露出了一身的白肉 他将背心抛给了高亮 台北买的 下次有机会给你带一件 那那那空你要不要 看看牌子 还是给你留一件吧 高亮说话的时候 已经把背心检查了一遍之后 扔还给了黄然 都穿上吧 大冬天的 好好的没事脱什么衣服 黄然已经没心思理会高亮的八路 哆哆嗦嗦的把衣服穿好 好文明也算对得起他 重新给黄然铐上了手铐 不如我说 这可是为了你好 两边都有人铐着 暖和 没有找到阮六郎写的剑文 高亮皱着眉头 重新打亮了一遍冒出紫气的墙壁 他思索了两久之后 回头看了看身边的这几位主任 把这面墙拆了 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 我和孙胖子在仓库里边 找到了几把铁仙 和拆卸木箱使用的鞘杠 拆墙的活 高局长没让我们俩动手 他让那几位主任轮番上阵 动手前 需要压制妖气的外线 由于事先没有对付妖类的道具 几位主任当中 也就是渔国主任 随身带的圣水还有点作用 他和高亮商量了几句之后 抛出成了圣水的小银壶 将里面的圣水倒在了墙上 当圣水溅到墙壁之后 瞬间就化成了一团白雾 飘散在半空中 就像是脆到烧红的烙铁一样 不过经过了圣水这么一击 原本还一丝一丝 向外冒的妖气 顺时也消失 雨果的圣水 似乎有着和鲜血相似的作用 见到圣水的墙壁 变得腐朽起来 趁着这个当口 郝文明和林峰两人 用铁线产下了墙壁外面的水泥 露出了里面 一层一层的砖头 雨果将剩余的圣水倒在露出来的砖墙上 跟刚才一样 圣水又化成了一团白色的烟雾 这次换上了欧阳偏左和邱不老 他们用撬棍插进了砖头之间的缝隙中 用力向下一拉 将砖头给撬一下 连续几次之后 露出来后面的石墙 墙上面还画着一个古怪的图案 墙上的图案画得太抽象 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画的这玩意儿八成是一只狼 在所谓的狼头位置上 有一道极窄的缝隙 从角度上判断 之前看到的妖气 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飘出来 这道石墙极为坚硬 雨果再泼上圣水也没有用 秋不老用铁线劈了几次 连道印都没留下 最后秋不老也咬破食指 甩上去几滴鲜血 没有了妖气外泄 这几滴鲜血也没了作用 石墙还是依旧的坚硬 应该有进去的法门 黄然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黄然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再说话已经听不见 他哆嗦的声音了 他指着狼头上边的缝隙 软流浪的剑文上倒是提过 他使用一把祖传的盗墨力气 查清了那刀凤血后 才见到妖主 不过他用的是什么力气 剑文上没有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 刚才脑子动目了 一时没有想起来 看见石墙上面露出疑似狼的图像之后 高亮就开始沉默起来 他歪着头 一动不动地盯着图像上方的那道缝隙 刚才邱不老用铁仙披石墙的时候 高局长的嘴冻了一下 他好像是想说什么话 但是这话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软流浪的传家之宝 他的剑文上是真的没说 还是你忘了名字 用不用我提醒你一下 软流浪写的字不多 又是配合刘处选的游记 写的文言题 主要是描述了妖种里面的情况 开启妖种的经过 就是一句 性家传力气随身 如实必放进妖种之帽 之后就是进妖种之户的事了 高局长 既然你知道 软流浪的家传力气是什么 说出来 让我们见识一下 谁告诉你呢 谁告诉我什么 妖种 软流浪的剑文上 就是这么写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看来除了阳君 这个未知数之外 你是什么都算的 可惜了 一步其错 你就步步其错 好安明 把黄然的手铐打开 手铐被打开之后 黄然听了 还是一脸的茫然 没容他说话 高亮已经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来一个 黑油油的短柄匕首 他拿着匕首 在黄然的眼前晃了一下 将匕首反转 递给了黄然 你就为了他才把我引过来的吧 可惜了你的布局了 还是没算到现在这样的情形吧 你不是就想这样吗 好啊 我成全你 去把妖种打开吧 这是 沙琴刀 怎么在你手里 名字都叫出来了 就别装糊涂了 戏眼过了就没意思了 现在给你一次 开启妖种的机会 当然了 这个妖种开不开都在你 说实话 比起这个妖种来 我更在意你们三个 现在 开不开妖种对我关系不大 妖种又跑不了 大不了 我把这里先作为 军事禁区封锁起来 过几天 把无人敌带过来 再开启妖种 把危险系数降低到最小化 才算是我们民调局 一贯的做事风格 高亮的话 好像起了点作用 恍然脸上 招牌式的笑容已经不见了 他低着头 默默地从高局长的手里 接过了匕首 之后抬头 又看了高亮一眼 妖种里面 不管有什么东西 我都不要了 之前在您那里拿到的东西 我也想办法还给你 妖种打开之后 能放我们走吗 我现在说放你 你自己信吗 妖种这里的事情完结之后 你们跟我回趟民调局 只要找人把我的东西还回来 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都管不住 要是想留在民调局 我也举双手欢迎 一言为定 你的东西到了 就放我们走 恍然说完这句话之后 也不等高亮回答 一伸手 用高亮的匕首 在自己的拇指上面 画了一道口子 将流出来的鲜血 均匀地涂抹在石墙上 那个类似狼的图案上面 之后又趁着大拇指上的血霉干 将刀锋两侧也涂上了鲜血 他反握刀饼 将刀刃插进上端的缝隙中 之后 恍然将耳朵贴在这个墙上 手上不停地微调着刀锋的位置 他的这个动作 反复地做了很长时间 看样子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完得了的 高亮跟他手下那几位主任 都默不出声地看着 趁着这个档口 孙胖地凑到了我的身边 老大 高老大这把杀千刀什么来路啊 不是说只有那什么 软六郎的家传之宝 才能打开腰肿吗 什么杀千刀呢 是杀千刀 这把断刀还有个教法 挂刀 挂刀 什么挂刀 稀有了 挂刀 千刀万挂 万挂凌迟 听说过吧 挂刀就是这种极形的行刀 它和一般砍头的鬼头刀不一样 一般的鬼头刀不能剑白 砍了九十九人的脑袋 就要送到专门的官帝庙供奉 否刀刀下亡魂的怨气太盛 到时候再想超度 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 挂刀就不一样了 之前的不算 整个明清两朝 五六百年 只有这么一把挂刀 死在这把挂刀之下的 最少也有三五千人 这不是说不能怨气太大吗 那还能刮了几千人 挂刀跟鬼头刀不一样 死在寡形下的亡魂 力气要比一般砍头处死的 大上百倍 所以行刑的时候 需要一把凶刀 镇住刀下亡魂 当年满清在沈阳建国之后 仿照明智 也设了刑谱和大理寺这样的机构 也判过凌迟 但是行刑的时候 是听从了萨满教的意见 用的是战场上 杀人的战刀行刑的 攻卸北京之后 专门派人找了好几个月 最后 在一个老贵子手家里 找到的这把挂刀 从明朝开国起 到清末光绪年间 京城大道康晓八 最后一个被灵池处死 大上 你自己算算 到底有多少人死 在这把挂刀之下 不对啊 不是说这 寡刀是阮六郎的家传之宝吗 这么算起来 传到他手里最多就一辈啊 我还没在资料室里 见到过阮六郎的资料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 黄然那儿 突然起了变化 黄然那边终于将刀刃对好了位置 就见黄然握着匕首猛地向下一拉 将匕首在石墙上 拉到了那个类似狼嘴的位置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 整个这一面墙壁都开始颤头起 墙上剩余的砖头和水泥块 一起跟着掉下 以石墙的狼嘴为中心 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这道裂痕逐渐地开始扩大 露出里边黑洞洞的一片 也就是过了一分钟左右 缝隙被完全打开 形成了一个容纳两个人并排向前的通道 腰中开始惊动了远处的软梁 他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看见眼前突然出现了通道 当场就惊呆了 出什么事啊 为什么这里有个通道啊 别打呼吓一下 三个毒贩交代了这个藏毒的地点 他们就是为了 里边藏匿的毒品 才陷害你的战友们呢 阮梁可不是傻子 他应该早就看出来 我们这群人有问题了 孙胖子的解释也有点太不靠谱了 怎么说这地儿 他算是军事设施啊 搁这儿藏毒 忒不靠谱了 只是现在我们人多势众 加上之前又在上边 一起对付过狼患 他不好正面和我们冲动 只得借着孙胖子这几句话下坡 阮梁向通道里边望了一眼 这里是军事设施 你们尽量不要破坏这里的格局 放心 保重轻大轻放 这个里边的事情呢 你就不用管了 去看看你的战友怎么样了 算时间 他们也都快醒了 你快去 快去 看着阮梁离开之后 黄然从通道口退了回来 高亮看了他一眼 伸出手指 在他面前勾了勾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啊 用了别人的东西 气得要还 黄然低着头 将匕首塞到高亮的手里 一句话不说的 退到了张之言 和蒙琪琪的身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高亮将匕首 收好的时候 欧阳偏左 已经到了通道的入口 他在口袋里 抛出了一大落符筑 在里边找出来七八张 可能是感到有些不够 他在另一个口袋里 又翻出来一符 在里边找出五六张 同样的符筑 凑齐了十多张之后 欧阳偏左拿起一张符筑 向着通道里一甩 符筑好像沿着一条直线一样 飞进了通道 他的这个手法 跟高亮一模一样 只是速度上 比高局长差了一些 将第一张符筑 甩进通道内之后 欧阳偏左又陆续将第二张 第三张符筑 甩进了通道 直到第七张符筑 是出了问题 第七张符筑 在被甩进通道的一刹那 突然着急火来 火石烧得很快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张符筑 已经变成了飞灰 从通道口又飘了回来 欧阳偏左 似乎并不吃惊 他收起了剩下的符筑 同时嘴里面 默念出一串声色的音符 最后一个音符出口时 已经甩进通道里的 五张符筑 同时着火 转眼也化成了飞灰 欧阳主人回到高亮的身边 这里有禁止 最多能进去六个人 皇人 软六郎的剑文上 没有说只能进去六个人吗 还是你又忘了 当时他是一个人进去的 就算他发现了这个禁止 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次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六张门票 杨军 邱不老 林峰 雨果 嗯 欧阳偏左 再加上我 正好六个人 我呢高局长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这我才知道 软六郎剑文上写的是什么 怎么看也应该把我带上吧 还有 刚才不是说好了 让我也进去吗 刚才不知道只有六张门票 我们也很紧缺 你也说了 软六郎的剑文只有你知道 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没有原版比较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别把那个剑文太当回事 当初软六郎也只是得到了一个大概的地址 他能从腰肿里安全出来 我们六个人也能 还有 我刚才说的是给你一次开启腰肿的机会 并没有说腰肿开启了 你也跟着下去 这样吧 我在下面给你多拍几张照片 黄然又求了几次 高亮就是不松口 等高局长开始准备要进入通道的时候 黄然感觉无望 才闭上了嘴 一脸愤恨地盯着高亮他们一行人 进入了通道 高亮在进去之前 又叮嘱了一遍郝文明和我们几个 一定看住了黄然 杨军犹豫了一下 将他的黑猫留给了孙胖 你替我看一下这只猫 有事 就让他叫 杨军做了一个手势 黑猫向上一窜 就跳到了孙胖子的肩头 仰着脸和孙胖子来了一个脸贴脸 还没等孙胖子准备好呢 这小家伙一呲牙叫了一声孽 真不知道这孙胖子 为什么那么有畜生缘啊 之前被狼群困在哨所里的时候 我就想过 这要是早点把孙胖子给扔出去 让他跟那只白色巨狼建一面 兴许凭孙胖子的个人魅力 他就能遣散群狼啊 眼看着高亮六个人进了腰中 走之前 将黄然三人重新给铐到了一块 留下我们几个 看守黄然三人组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在高亮他们进入腰中的一刹那 我感觉到眼前的黄然 似乎是发生了一点变化 他紧绷的神经好像突然松弛下来 脸色又挂上了他招牌式的微笑 高亮他们进去之后 场面有些冷场 最擅长热场的孙胖子 正被那黑猫缠得手忙脚乱 最后还是现场唯一的女性发话了 你们的高局长进去了 我们现在干嘛 是不是到了斗地主的时候了 你们带扑克牌了没有 斗地主 你怎么不说打麻将啊 这差不多能开两桌呢 蒙德小姐 做犯人 得有做犯人的态度 不是我说你 你这是做犯人的节奏吗 樊然突然没来由地笑了起来 好文明冷冷冷地看着他 等黄然的笑声小了一点之后 才冷笑了一声 好笑吗 我说黄然 你不是进不了腰肿就气疯了吧 腰肿 哈哈哈哈哈哈 黄然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 笑得前眼后合 浑身乱颤 最后竟然蹲到了地上 拍着大腿笑个不停 眼前这个黄然就像换了一个人呢 完全没有了之前被高粱吃得死死的样子 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我和破军一左一右 两支突击步枪对准了黄然 你笑够了吗 用不用再来点刺激他 我表演个抱头给你的同伴看看呢 笑几声 不用抱头这么严重吧 遇到好笑的事情 我真的控制不住啊 哈哈哈哈 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有种感觉 现在最好开枪打死的 否则的话 一会儿可能会有大的变故 不过想归想 总不能就因为他笑了几时 就要了他命对吧 郝主任这个时候的脸色已经变了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别笑了 这是你嗜好的局 妖中有问题 你把高举他们怎么了 郝文明的这一声大喝 让黄然收起了笑容 他转过头来看了郝文明一眼 谁说妖中有问题的 妖中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谁说这是妖中的 听到黄然最后一句话 郝文明的瞳孔一阵紧锁 他突然对着我和破军大喊 开枪 开枪 完了 黄然说的没错 这个时候我和破军已经原地僵住了 虽然还是保持着一个瞄准准备要射击的造型 但是除了眼球还能转几下之外 整个身体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样 一动不能动 郝文明的步枪给了高亮 他现在手伸进了手枪套里面 已经握住了枪笔 就在拔枪前的一刹那 黄然突然向前跨了一步 抬脚踩住了郝主任的影子 郝文明拔枪的动作进行了一半 突然身体僵住 一动不动就像变成了蜡象一样 衣服裤子都被你们搜过了 怎么就不知道 看看鞋底呢 鞋底就不能画幅下咒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 我转动眼珠 看向自己的脚下 果然 张志颜的一只脚正踩在我的影子上 破军的影子上 踏着萌齐齐的一只脚 他们三人手上的手铐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 扔到了地上 不是我说 你们十八个忘了 知不知道这样是伤我自尊的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已经揪着黑猫脖子后边的皮肉 将黑猫提了起来 猫脸对准了我们六个人 这只黑猫也不反抗 就那么老老实实的 任由孙胖子这么低了着他 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直盯着恍然 好像只要孙胖子给个指示 他就能再撕心裂肺的来一嗓子 我要是你 就不让这只猫乱脚 你也吃过这只猫的亏 应该知道他的叫声可是不分敌我 我倒在地上的时候 你也站不起来 而且如果我们都丧失了行动能力 那在明天天亮之前 我们就会被活活地冻死 别指望高胖子他们几个能回来救你们 他们几个现在的情形 比你们也好不了多少 恍然这几句话点中了孙胖子的死穴 黑猫的确是一只王牌 但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黑猫的威慑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 他的那声叫 就像在敌我混乱的地区扔下了一颗原子弹 那是一种同归于尽的下下之策 孙胖子和黄然两人就这么一直对视着 最后还是孙胖子受不了压力 将黑猫重新抱在怀里 同时向后连连退了几步 将自己的影子撤出了黄然三人的范围 但他还是将一只手放在了黑猫的背上 给人一种感觉 他随时会将黑猫 向黄然他们三个扔过去 看到暂时没了黑猫的威胁 张之言和蒙琪琪各自踩着我和破军的影子 走到我们俩的身前 卸下了我们的武器和装备之后 才抬脚离开我们的影子 在他俩抬脚的一刹那 我和破军重新得到了身体的掌控权 看见我和破军能动 孙胖子大喊一声 拉罢 大军 你们俩到我这来 我和破军站到孙胖子身边的时候 黄然也给郝文明绞了些 将郝主任身上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掏了出来 反复搜了几遍之后 黄然才抬腿 从郝文明的影子中走了出 控制住局面之后 他回头看了张之言一眼 手指着远处的一个角落 还有一个 张之言会议地点了点头 转身向黄然手指的方向走去 重获自由的郝文明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他盯着黄然两久 突然伸手拍了两下巴掌 不是我说啊 你这个局设得还真是漂亮 当年你在我手下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个本事 我一直都不相信 高亮会上别人的当 真的想不到 他会栽在你的手里 哎呀 还是出了点纰漏 我还没想到 还有一个白头发和一只孽 能跟着你们过来 我原本的基本不是这样的 不过还好 结局没有大的出入 话说回来 能让你们高局长进套的确不容 他在上面前前后后 炸了我十几二十次 有两三次我都以为被他看穿了 差一点就要向他胶底 好在我最后一刻 还是忍住 你这份心思也是了得啊 为了让高亮入局 你还先巴巴地造出来一个假腰肿来 不是我说 对付高亮他们几个 有外面那群狼就够了 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吧 黄然刚想对郝文明说点什么的时候 远处张之言带着阮良回来了 我们两群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两个人的身上 阮良的突击步枪在张之言的手里拿着 阮良一脸的金额 走到我们的身边 出什么事啊 我怎么刚才突然间就不能动了 你们的人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你们高局长呢 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没见过毒贩子 逆袭 嫉妒警察吗 破大点事啊 我们高局长走了 你别那么看我 他不是殉国了 高局长呢 带着几个主任进通道了 没人理会孙胖子的胡说八道 大家在意的是 恍然设下的这个局 究竟是要做什么